南朝梁代 有一对和姓兄弟 厌倦官场生涯 便器官隐居于山上 兄弟二人死后 后人未纪念他们 便将此山改名为和山 和山公园面积不大 不过整个公园的绿化程度 达到九成以上 园中有桂花林 香张园 江南竹林等等 这里的春天梅花满山 洁白如同仙境 夏天则是凉风舒爽 绿意盎然 秋天桂花香气远播 冬天还有竹子 傲然挺立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美景 可以观赏 相传和山是古代 仙鹤栖息息的地方 而如今的和山公园 也仍是一片 值得游人驻足的美丽净土 十分之一 越南竹林 未经许可多